想知道裡面的數字有幾個 再來就是把數字有幾個做完 再延伸出去再把數字的部分抓出來 你可以分兩階段 你第一個寫得出來 第二個你就寫得出來 怎麼做 一切到visual basic 二的話我們就寫個回圈 把每一個字 你可以先分兩階段 第一個回圈就是每一個字 所以這邊的話也許做for 用forJ好了我習慣 第二個就是再把每一個儲存格跑過 所以會有兩個回圈 第一個回圈是這裡的每一個字 那我習慣就是 也許這邊是forJ好了 從第一個字到這個什麼 到它總共有幾個字 我剛剛是輸入5 不過它不是每個都是5 所以你必須用什麼 用len包在外面 然後跟它講說 你幫我算一下 A2這個儲存格 它裡面有幾個字 剛好它算回來5 5個然後放在那邊就1到5 OK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每一個字每個字判斷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enter過 然後按個TAB鍵 再來判斷它是不是在 它的每一個字是不是在 那個就是47到58之間的 是不是數字的意思 所以if 如果呢 做什麼呢 那我再切它每個字 怎麼 切的話就用mid mid刮弧 把什麼字切出來呢 把一樣這個 就是sales的第二列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然後呢 幫我切哪一個字 豆點 切第幾個字 第追這個字 然後豆點 它要說幾個字呢 也要一個字就好 有沒有 然後後括弧一下 那我就抓到什麼 所以這個如果進來1的話 它就抓到excel1 那我要把它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呢 判斷它的內碼 所以特別注意 內碼在那個V 在excel是用code 可是在VBA裡面 它那個函數名稱不一樣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你可以 打一個VBA點 這個VBA點 打不打都沒關係 打也可以不打也沒關係 也可以 然後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找一個asc 這個asc第三個 就是判斷內碼 其實就跟call一樣的意思 將來如果你不知道說 excel裡面有多少的函數 我先不要講按F1 在asc上方按F1 它就跳出什麼 跳出這個excel裡面 裡面提供給你的所有說明 說明在這裡有沒有 裡面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就有個所謂的函數的這個函式 其實它翻譯成函數 裡面的所有的函數都在這邊 有蓋觀 然後這邊所有的函數 你可以點進去 不過如果你要把它學VBA裡面 所有的函數都了解的話 恐怕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當然這個我大概給各位 這個有點像磁點 你不需要特別去背 但是如果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按F1去查詢 然後再來的話 我外面包一個刮鬍 然後裡面就給它這個字 比如說1這個字給它 它回來的話 那也許就是剛剛說66吧 如果1的話大寫1 那它就幫我查一下 只要retend一個數字給我 那個數字的話 就是會按照ASKEGO內碼表 比如1 它就幫你查表 查到應該69 它就把69丟回來給我 那你可能要判斷什麼呢 判斷它是不是在這個 剛剛講小於47 跟這樣大於47 而且特別注意這個應該要交集的部分有沒有 到58 兩個有交集 所以有交集要用end 沒有交集 比如說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 你要偶爾 有沒有 交集跟連集 OK 這兩個可能要知道一下 那我們寫法的話 就是說這邊空一個end end就是交集 那再來你可以把這一串 複製到這邊後面 為什麼用複製呢 因為直接 這邊改一下 大於47 後面的話就是小於58 空一格之後 then 打個then 然後做什麼 如果4的話 這邊打個andif andif 有頭有尾 那就把什麼呢 加一個count c-o-u-n-t 這個變數名稱之一取沒關係 你叫其他名稱叫c也可以 c等於 c加1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c它是個變數 預設值可以給0 那如果說它4的話 它就幫你加1 幫你加1 最後的話 加完之後 你就把這個數字結果 丟到這邊來 丟到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用range好了 因為它不是要回圈裡面 我習慣 外面的話 絕對的 就給他跟他講說 幫我丟到b2 這個儲存格裡面 丟什麼結果呢 丟這個c的結果 幫我跑完回圈之後 把這個c的結果 丟到這裡面來 看一下 知齊 0個 谢谢大家